他想要一个家 他想要一个陪伴 所以不能认真地考虑这一局 郭雪芙两年前和孙祺军合作戏剧之后 爆出假戏真作 从戏里爱到戏外 而两人的恋情也一直受到外界的瞩目 现在有周刊爆料 孙祺军其实已经向郭雪芙求婚成功 但随后郭雪芙的经纪人回应 两人现阶段只是好朋友 而经纪公司更大动作地发表声明打脸 经纪公司的声明指出 针对今天媒体的报道 孙祺军向郭雪芙求婚的内容 是杜撰出来的不实故事 已经影响到郭雪芙的声誉 同时经纪公司也强调 郭雪芙目前单身 没有结婚的计划只想专心工作 不排除是有心人士的刻意操作 而孙祺军的方面则回应 周刊报道是空穴来风 目前孙祺军专心在工作 针对不实的内容将会保留法律追溯权 而消息一出外界都非常的吃惊 就连与孙祺军一起合作节目的胡雨薇 17号记者会上被问到此事 看起来也相当的意外 所以是他们是怎么样 好像就对会是单身了 完全不知道 好吧那祝他们单身愉快 33岁的郭雪芙之前受访时就不讳言的提到 30岁之后会想要结婚 不过由于两人都工作满档 外界以为双方已经分手 但孙祺军上个月出席记者会被问到感情 当时的回应让人认为是稳定交往中 并且在过年期间一起参加吴山儒家的文心聚会 如今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郭雪芙却表示自己是单身 这也让外界物理看花 东安新闻乐乐中心综合报导